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谣谣谣谣谣 青春洋溢的表演团体 大跳洗脑歌曲学猫叫 由于在市场上走经济实惠路线 每到尾崖旺季 接案量总应接不暇 团长玉乔指出 以往北部邀约占大宗 但今年状况大不同 南部接案量明显成长 超过半数 且以科技业居多 以前的话北部可能留在八成以上 然后中南部就是占那么一点点 那现在的话真的是很翻转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整个大家都往中南部好多天 然后才会上北部这么两三天 尽管今年景气趋缓 各项经济数据开始走下坡 但餐厅业者指出可能是定价策略得宜 今年尾压定席明显增加 今年度虽然说景气不好 很多的企业大老板 其实也都是该对员工的 应该要有的慰绕 我想今年度我们在观察起来 其实他们都在这方面倒是没有收手 人力银行分析 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 多少带动企业对未来景气看法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觉得韩国瑜的当选 然后推出了一连串的一些激励的这种的构想 所以我觉得造就了大家非常乐观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人力银行调查也指出 有八成六的受访上班族说 今年公司能吃到尾牙 但有6.52%的上班族坦言 历年都没有尾牙可吃 调查也显示 上班族吃尾牙时最害怕遇到的状况 依序是致辞冗长 政治人物证件发表会 菜不够吃或难吃 被迫上台表演等 最期待的桥段则是老板宣布加薪或年终加码 奖金加码 抽奖节目 明星艺人表演等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杨文君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